很好吃 它跟我想象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来一个三十个 你来 因为我们要请聚主吃 阿莎又要出国探班了 这次我们要去探班的地点 非常靠近泰国 而且我听说 那里是完全不愁美饭吃的 你们要不要再再看 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们今天来到了 米香之都吉打的阿洛斯塔 告诉你这次我们的行程非常厉害 吃还是吃 只有吃 那我们就开吃吧 Let's go Everybody 早餐 我要从哪一个开始吃呢 这个我人生的最爱 它的凯鸭是他们自己做的 好吃 咸甜 咸甜的 然后它的面包比较厚 但是咬下去的时候还是很脆的 我觉得这个拿来拍照好好看哦 他们的招牌咖啡 好香 好浓 好喝 这个你看得出来是什么吗 是猪肠粉 而且还有肉圆耶 好酷哦 它的配料 好吃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港式猪肠粉的 所以像这种猪肠粉我比较少吃 它有让我下一次来的时候还想要点 它其实是猪肉啦 免制的意思就是剁碎的肉 跟大家介绍一下 吉打是米香之都 所以它的米饭大多数是自己本地生产的 饭是那种软糯 软糯的 你知道吗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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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放下它 女明星破坏身材的罪魁祸首 这是我很想试的炸酱面 但是他们这里的面 神奇的地方就是很软耶 而且我们是放了好一阵子了 因为我们要先拍别的东西嘛 吃菜还是很好吃 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们要开始糕点类 因为这家店就叫做糕 所以它的招牌是贵 它的贵都是店主妈妈自己亲手做的 芋头糕一定要配辣椒酱 这是我吃过最糯的芋头糕 它糯到你的舌头一放进去的时候 顶起来 它就整个就是慢慢地在你嘴巴里面融化的感觉 再来 兰花糯米糕 这是他们自己做的芋头 我相信从我倒的方式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比较那种粘稠状的 你不要看我咬口是表示不好吃 不是 是为什么这么不可思议可以这么好吃 妈妈你真的做得很好 菜粿 你知道 你会想要动起来 因为它外面的层皮呢 它是很Q弹的 你知道吗 会有那种动响动响的feel 很好吃耶 而且也不会太咸 最后当然我们要试一下它这里的甜点 好香喔 它真的有那个椰子的香味 你一入口就觉得 嗯 好吃 你们一定要早一点来 因为它很多东西呢都是限量准备的 你如果你碗到的话 可能就没有东西可以吃咯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午餐满汉全息 我觉得一定要从这个最厉害的 咖喱鱼头开始 你看 你看这个酱汁 哇哦 很好吃 这种咖喱鱼头 椰香是非常重要的 它整个奶香奶香的 很好吃 必点 再来 身为一个不吃羊肉的人 帮你们吃吃看咖喱羊肉好不好吃 很嫩 吃进去有嚼劲的同时 还是入口即化的 而且我害怕吃羊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会有羊烧味 但它这个完全不会 因为我听说他们这里的辣椒也是非常地厉害 我就加个羊角豆配它的辣椒 走 很辣 但是很爽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吃辣的朋友的话 我非常建议你来挑战它的辣椒 真的很辣 很像一干辣椒没有 对吗 姜鱼仔 可是我在菜单里面上面看到 它是写一干辣椒 所以它是咸鱼 很好吃 很像鱼肉 它完全不会太咸 而且很香 好 还有最后一个 虾 非常新鲜 而且口感很好 软 硬适中 太好了 我觉得整体吃下来 我非常推荐 只要是你可以接受辣的朋友的话 你一定要来阿罗莎的这一家吃一次 我现在来到的是网路上特别推荐的 本地特产 嘎鸭饼 这里只有一种口味 对 手工的 然后里面的嘎鸭也是自己做的 它很香 它跟我想象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很像香饼 是不是 买来一个三十个 因为我们要请剧组吃 我跟大家说拍戏的时候 最容易就是肚子饿 尤其是这种大太阳底下 欢迎两位主要演员 嗨 说一说的朋友 你们好 听说他们在拍这部戏之前 就开始疯狂地健身 说到之后我就有点生气 为什么 我们来到了达曼阿曼的巴萨玛了 我刚刚这样一路走过来 我就发现了好多我想要吃的食物 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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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免费的 他说可以试吃 它其实很像小版的甜甜圈 但是它的口感是比较脆的 它外面感觉是有一层糖的 没有 没有 他们人很好 他们不会讲给你试诶 这个叫做 Bullut Udang Warisan 感觉是有点辣的 它的糯米其实包我很少 满满的都是那个馅料 好吃 耶 Thank you 哦 非常非常脆 然后我们比较到地人的吃法的话 其实要加辣椒 我喜欢它的辣椒 不会太辣 所以你即使不吃辣的话 它也有点带甜的味道 而且我发现这里的巴萨玛 价格都好便宜 比较起可能我在新山的夜市 诶 别啦 别这样啦 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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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来白吃买了 这里有咖啡和咖啡 它其实吃起来 就是里面这里是很嫩 然后它这边下面呢 它又是脆的 所以吃起来就是有点 松松软软的又脆脆的 可是它不会太甜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因为一般我们叫Laksa 它这个叫Laksam 哇老板真的缘太好 因为一般他们是直接打包带走 我就问他 可不可以在现场试试 他说他就去找一个碗给我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试吃了 然后他说它的Laksam跟Laksa的差别 就是一个是有椰浆 一个是没有椰浆的 所以我再试试看吧 吃起来比较清甜 所以你看它的汤 比较稍微轻一些 好吃耶 因为它这里的东西真的好便宜哦 这样一碗才三块 新币不到一块钱 好幸福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很特别 它用那个泡泡饮料的杯子 它里面加了炼乳 然后还加了花奶 好喝 小时候那种买洛车来的味道 我真的觉得今天在这里 我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今天其实如果说来说老板 没有给我钱的话呢 我也有办法可以把自己填饱肚子 你知道吗 他们都跟我说 吃吃吃吃吃 我来排斥了 让我们开动吧 我们刚才呢 看到哇 排队排得好长 嗯 它的酱汁在下面 你搅一搅之后吃吃 哇 真的好吃 你下次来 一定要试试看 还有另外一间 也是常常排队的 所以它有分两种 这个就是脆的 它的口感跟一般的满酱贵比起来 不是完完全全 只是脆的 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厚度 然后也不会太甜 还不错 说真的 我真的很少看到 满酱贵 真的很薄 那里面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香蕉 很香 不会太甜 而且带着香蕉的清香 最后我想要说一下就是 其实这两个都叫做 KUIKOCHI 但是他们的做法稍微有点不一样 这个的话呢 它的椰丝是放在旁边的 咦 你可以看到 哇 它很有韧性 它其实有一点像年糕 可是没有年糕这么黏牙 然后加了椰丝之后就很香 吃吃看这两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 它们两个都很有韧性 看起来像是有加了椰糖 所以它的颜色会比较深 个人比较喜欢这个 因为它的椰丝有加了黑糖 所以比较香 好吃 吃吃吃的行程 来到了宵夜 开动 我们先来吃一下这个很有名的咖喱面 嗯 好吃耶 很浓郁的味道 它炸得很酥脆 然后里面又是那个虾 它们叫莉莲花 我觉得喜欢吃咖喱面的人 一定要来试试看 虾面 很鲜 就是虾子的味道很足 然后面条又不会太硬又不会太软 好棒 我要吃另外一个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呢 你可以自己选料 而且 可以加鲜鱼 鲜鱼 鲜鱼加肉架的酱 我真的想象不到 嗯 当然 我觉得跟新加坡的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你看它的口感 是比较浓稠一点点的 除了我现在点的这一些呢 其实它还有非常多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半夜肚子饿 想要吃宵夜的话呢 欢迎你来到这里吃吃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莉莲通知 视频不漏开了 拜拜